新的金鋒 SAM哥 見到這輛新的金鋒 是的 我們的的士本館第一次有這輛新車登場 是的 這輛車的出名是甚麼呢 出名是令輪椅 這輛車可以載輪椅 即是直接上輪椅 沒錯 另外出名是 但是它的組合都很麻煩 是的 要直接上輪椅 我們事不宜遲 因為都需要時間 我們節省時間 好嗎 好 Garry示範 由第一步開始 首先打開尾錦 裡面有條件 插件 Garry是否應該放在這裏 拿到件 然後 大家來這裡看看 對 接著打開尾錦 門 廓門有甚麼東西呢 因為那裏是兩件的巴士 其中一件 首先要抖起 後排座位 接著下面還有一件 是的 不是一件過的 兩件過的 先走回到這裏再砌 大家留意一下 這裏 這個 這裏 因為擴門在左邊 那乘客 坐輪椅的乘客 就必須 由左邊入 你這裏 你這裏 一定會向左邊 向左邊 一定會向左邊 因為那邊 左邊 又有路駁 甚至有欄杆 空間不夠大 這裏不能上去 首先這裏條件 就是你的車要拍向右手邊 我們看回 手抓它 在這裏 默默耕耘 大家看到那裏 組合 我們擺個組合 首先要解開這扣 這個是其中一件 一個斜台 一個斜台 接著是第二件 第二件 要拿第二件出來 第二件又如何 第二件都差不多 都是這裏 這些板 你知道吧 新哥 香港的環境 現在是半夜幾點 接下來是三點 這條路比較靜 我相信 這裏是石蔭路 日後大家看到有個街市 那你說會不會 好像這裏 有巴士過 如果凌晨三點 和下午三點 就兩個畫面來的 有大型巴士 有火車落貨 還有路邊小巴 這樣看看 如果可以伸展到出現哪裏馬路 現在 如果可不可以看 小心 先讓師兄過 先讓師兄過 如果我們想要順利一點 可能找師兄在路口截車 但是恐慌呢 等它砌完之後 等我們拍完之後 就已經放上去石蔭了 對 這條車龍 對 好的 繼續 如果一下午三點 它真的不知道停了多久 是啊 而且它的面色 也不是太細 如果 這兩塊組合 我們 差不多成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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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對了 還要扣起來穩陣一點 是啊 因為這些是一些 即是倫意人使用 是啊 其實這些步驟 就不可以少的 是啊 因為小黑安全起電 是啊 你送了 那我們試一下 首先 它的副重 就是200kg 是 那我都是60kg 你看我踩上去 我驚驚驚驚驚 有沒有危陪的感覺呢 呃 不是這麼紮實 不是這麼紮實 是啊 那兩邊 即是你踩上去 不是一個很實的物料在這裏 嗯 可以彈一下彈一下 那我也害怕的 是啊 就是慢慢地 那你說一個 如果一個 CK這樣推水呢 其實呢 如果出大吉利時這樣說 即是 如果是快把 耐廠會生壽啊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CK的責任呢 很麻煩 啊 多久了啊 這裏拼了 好 記住先 拼了多久了 現在 哦 4分 現在來講呢 剛才呢 我要解釋 我們其實已經示範了一次 即是 已經rehearsle了一次 那4分半鐘 那現在又要拆鍋 那上完 因為你上完 那客人要拆的 是吧 那現在當客人上去 我們當客人上去 抬起了個 雪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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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那 現在半夜三點都這樣, 下午有些車, 只有一個司機 安裝就安裝了四分鐘, 而且沒什麼車, 如果剛才想, 掛物住來的 過公公或是浮河哥在這裡, 證明好了 或者那些車, 尤其是有大型的24噸來了, 我們又要插塊板, 如果婆婆或公公還未上車, 又要裝上塊板上去 還有, 這塊所謂的鋁片, 二合一, 都挺重的, 如果一個人的司機, 都未必可以放到中間的台爐 我們看看車尾, 車尾, 現在司機繼續在這裡默默交圍, 默默拼 他要先收好這件事 穿一穿車, 開一開窗也好, 或者開冷氣 我們看看他怎樣, 原來他的標板呢, 有很多資訊在這裡 有個電, 因為他已經是運能, 電動石油氣, 這樣 他有個大標板, 剛剛好就放到我們的努力士了 中央台那裡, 是的, 打印機就放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呢, 你可以當他是真的, 在日本, 因為他也是這輛做的士的 可以說是, 都適合為這輛的士而設的 不像之前那輛Purys那樣, 鑑操來的 我們看, 在這裡說, 我們就不會說他怎樣好的 因為之前有某傳媒, 他的線稿就說到無敵 單單只是說到剛才那塊板, 他是沒有說過的, 絕對沒有提過的 是的, 我們剛才算是很詳細的 在網絡上呢, 暫時看到都是 我們都算是一個 一個網台, 我覺得一個節目來講 單一個節目呢, 第一次 全程這樣做給別人看 OK了, 我們這樣, 的士佬 那個傳媒找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的士佬 我們真的是的士佬 好, 那首先, 我要問一下Gabby 你坐上去的感覺, 軚盆 我們很有趣, 覺得好像低了一些 我感覺上, 標版本好像突然高了 這個感覺上, 他的軚盆當然有得調 但已經調到最高了, 調到最高的位置 我覺得, 如果 一般身材, 師兄呢, 就OK的 但你知道, 有些師兄, 譬如有中央肥胖, 有肚腩 大多數啦 那怎麼辦呢? 所以那些師兄呢, 因為他們略為豐滿一點 所以頂呢, 我覺得應該不大機會頂的 可以調教到的 那就是適應 有說, 我們的士佬 香港的士, 每個人現在手提電話 我們就不要說天紅白布 就這樣說, 兩部電話, 一部自用, 一部看APP使用 基本啦, 這些 一部電話,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要電 是 那我們找極呢? 搜尋過了 搜尋過了 地毯式搜尋 對, 都搜不到, 唯一搜尋到 就是一條這樣的USB線 給你 那我們就搜不到有 點煙器那些給我們拿來充電的 是 那這裡幾頭癢 因為呢, 一部電話, 兩部電話 其餘還有藍牙, 又或者是車鏡 車鏡你就可以說, 找師傅 拉下去, 砍了它的Fuse箱 類似的, 砍死它 不需要充電 但其實呢, 因為這部機器是 這部車, Sam哥你也覺得是 電腦, 可能有些師傅不懂 因為始終也是, 我們這輛新的的士 大部份用電腦去運燃所有的電 所有的車的性能 萬一如果, 譬如你找不相熟的師傅 或者是安裝一些車鏡 硬砍下去, 就怕那些電腦會有事 所以可能要回廠, 浪費時間 他說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 我聽聞有些就是因為 不鼓勵你在車廂裡面吃煙 聽聞有些車廠說 所以就沒有點煙器 但其實很少人拿來點煙器 主要用來充電 很久以前的車已經很少拿煙灑來點煙 甚至我記得我們的的士 那一輛是假的 早二十年前 真的有煙灑, 按下去 不用早二十年 我們這一代五六年前那款還可以點到 一插下去就 就彈出來的, 紅當當的 但現在你說得對 現在是假狗 是膠 好像塞進去 其實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車廠這麼有趣的設計 再說回 如果放了這部電話在這裡 我想問Gabby 你現在看不看到鏡子呢 放在這個位置 看到的 但是以前放在這裡 看不到了 那究竟 不要多兩部電話 那就放在這裡 放完這裡之後 就是前兜要放在這裡 所有的位置 其實它是可以說 做得有私家車的感覺 沒有我們以前的的士党的感覺 但是可能它想外觀 中控台的位置漂亮 就疏忽了實用性 看看這是什麼來的 看它有病就好像可以拔掉 是啊, 看看裡面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又不夠膽 它可以開到的 原來有一個類似 手式小櫃子 原來在這裡 其實原來它沒有 這個就給 乘客位的手式箱 比較細小 但是也能放一些東西 因為它也算深 我看到Gabby 要停車子 要停車子 或者是 硬地拿進去 也挺麻煩的 而且呢 它的士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乘客不會找 但是司機 可能是它安全 但逼著你們的安全 完全不會說搶車子在這裡找東西 沒錯, 可能是 又可以乘客 坐在前面是真的舒服的 沒有東西壓住的 感覺上是OK的 其餘債 我們剛才也說 我們有時候 隨身落等也不少 放東西放在哪裏呢 一個盤子 放了一些銀頭 那我們的紙幣 20元 可能真的要自己想辦法 找東西夾也好 不過我們的行家 的士人 可以轉彎 說回這裏 這個位置 可以放無線電 我自己想到 遲些師兄 可能會買一些 紅A的膠盒 膠西那些 塞進去 放自己的背包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所以你說 公道地說一句 要用一些腦 要用一些腦 要用一些創意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有讚有彈 據聞 某些報紙說 這個錢兜很受歡迎 九哥你覺得怎樣 如果你說有些司機和乘客 看見一個盤子就放在這裡 是 然後是下車 他會不會這樣想 好的就是 放下 好 好 好 如果不好處 就是 司機的手肘 可能有機會撞到 習慣了一些手勢 不知怎樣 可能會有機會碰撞到 但我看它是紮實的 而且呢 原來呢 有一個巧妙的 這個後面有兩個按鈕 可以拆掉 那就更加 司機和乘客 感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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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感是比較強 當然 如果你認為 我也是 趁現在這樣 免得跟客人有這麼多接觸 大家 均均均均均 在這裡 看清楚 不要說我出鼓滑 可能有些師兄就覺得適合用 正如我剛才說 它是有私家車感覺的 空間感是夠的 其實如果那些造工 如果以 和以前的的的士尼比 他真的是勝幾籌 好 好 好 我